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率达到了85%以上 也就是说每天有将近8亿人在使用微信QQ或者是微博进行交流 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 有事要说 感情要沟通或者是需要求助的时候 我们已经习惯了点开某一款社交应用 这已经是网络时代十分稀松平常的事了 可是大家知道吗 这样的聊天当中或许也会隐藏着一定的风险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件颇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30岁的王女士工作在山东四部 担任一家公司的销售 这一年元旦假期 她到青岛朋友那儿玩了一圈 正坐在火车上返程 突然在微博上闪过了一个新消息 这个名字我一看是我朋友 跟我关系比较好 是我闺蜜 我说你怎么不给我发微信 她就说她那边在国外 当中没有微信什么端出故障了 当中没有微信端 但是她说微博端可以正常用 看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说了 这回答听着怎么那么不靠谱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还真别说 王女士对于闺蜜的回答 那是百分百的相信 为什么 因为就在前不久 闺蜜确实跟王女士说了 要去国外旅行 包括具体的时间地点 王女士也是一心二组 所以一看到这行消息 王女士的疑虑彻底就消散了 她开心的跟闺蜜就聊起来了 不过闺蜜也很快就说了 说这次找王女士不只是问候 而是要向王女士求助 然后就说 我这些话也不好打 打不通 然后她就说 让我帮忙给她打个电话 问一下航空公司 核实一下那个票 规定有什么问题 咱们预定的那个机票 帮忙核实机票 这事简单 而且王女士特别理解 闺蜜在国外那种不方便的处境 所以她二话没说 记下了闺蜜提供的这个航空公司 袁经理的电话 很快就拨过去了 我把我朋友的名字 告诉那个航空公司电话那个人了 电话那边就是说 这个确实他们有预定这个机票 票定好了 这也太好了 王女士为闺蜜松了口气 可是突然呢 袁经理接下来的一番话呢 又让王女士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但是因为呢 就是 因为保陆问题吧 上面没有支付钱 所以这个就没法给你预留 所以如果是这个票项 就是定下来的话 就必须要把钱先打回去 一想到已经到手的机票 有可能要飞掉了 王女士赶紧就在微博上 把这情况告诉给了闺蜜 闺蜜一听呢 还真就急了 为什么呢 因为闺蜜这会儿在国外 连微信都登不了 就更别说什么手机银行 怎么付款呢 我朋友就说 她现在就那边就是付款 可能从国外付款 就是不太容易付 王女士也替闺蜜着急 怎么办 难怪 闺蜜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一次性要垫付多少钱呢 按航空公司原经理说的 三张票一共是18630 三个人上 就觉得最好 手头上也有这些钱 然后就行 包一下就包一下 反正都是一个城市的 未来她去门还给我了 网络时代 手机银行转账十分方便 不过几分钟的功夫 钱就转好了 这个时候呢 王女士就想了 她得再跟闺蜜最后联系一下 告诉她别担心 一切搞定了 而这次不知道怎么呢 这个王女士习惯性的就打开了微信 我叫门想要再问一声 然后她就说 她就说 什么事啊 她一回复的时候 我心里想 这就不是能用吗 微信 是啊 闺蜜这微信 这不是回复的挺迅速的吗 怎么刚才在微博上说 微信不能用呢 这颗王女士心里头 其实就涌上了一股 奇怪的感觉 甚至她都有点心慌 于是她赶紧就问了 说钱到账了没有啊 机票票号收到了吗 可是闺蜜的那个回答呢 然后她就说 什么钱 就问了我一句 就感觉 就这件事你太知情了 就什么情况啊 就不太清楚 感觉她 自己在微博上受闺蜜之托 忙活了这么半天 可微信上的闺蜜却丝毫不知情 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女士简直是心乱如麻 她立马再次打开微博 而这次她仔细一看啊 整个人心都彻底凉了 我突然发现那个名字 还不太一样 就是她的网名三个字 就是她的是后面加了一个 就下滑线 很小的那个下滑线 我马上我就意识到 就不太对了 是不是受骗了 更重要的是 就在这个单口 微博上呢 竟然又来消息了 还是那个闺蜜 内容是叫王女士 再帮忙买三张机票 至此 王女士终于明白了 什么闺蜜求助啊 感情对方啊 根本就是用于 她闺蜜极其相似的 这个微博名 故意诈骗 可是一转念呢 王女士又很疑惑 比如说骗子 怎么知道闺蜜 正好去国外旅游呢 又怎么知道 她跟闺蜜感情好 肯定会帮忙呢 的确解释不通 但是王女士呢 已经没时间再去响了 火车到了之后 迅速报警 警方也第一时间 就展开了侦查 结果发现 对方竟然相当狡猾 像这种类型的电视网 诈骗 她是个犯罪宣言 整个诈骗使用的身份 包括收集 电脑 注册的信息 都是虚假的 大家可能要说了 不是还有一样吗 就是王女士 转账过去的 那个银行账户 这总不可能是假的吧 的确 这也是最后的线索了 警方立即开始 核查账户信息 结果发现 账户名正是袁某 家住辽宁省朝阳市 不过身份让人比较惊讶 是一个长期居住在老家的农民 难道说务农只是他的表象 山东警方立马就去了辽宁一趟 可是侦查结果却出人意料 王女派侦查员 前往辽宁朝阳 对这个赤卡人进行询问 据他称 他两年前 曾经丢失过一次身份证 通过我们向他当地公安机关的了解 发现袁某确实是在当地工作和生活 他的这个所说基本属实 这次竟然线索全无了 可见这个骗子隐藏之身 不过警方也是不遗余力 经过分析 紧盯最后一次可能 那就是取款信息 是啊 你用别人的身份证开户了 没错 可是你要想真正得到这笔钱 你总得去取钱吧 我们资金没有人开始往下查 受害人的钱 谁来取这个款 谁的嫌疑就是最大的 很快 警方认定 18630块 在广东东莞分四次 被人去走了 通过视频 警方捕捉到了取款人的身影 可是这一看呢 又让人比较气愤了 这个行业人整个过程中都是蒙着面的 戴着口罩 戴着牙齿帽 他把五官自己都挡住了 看着样子 咱们现在看不清我们厌慕 找什么样子 现在看不清 瞧瞧 这是不是再次证明了这个骗子 真的是手段高超 反侦察意识极强 看来这就真的对他没办法了 有句话叫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大家别急 警方还真就有高招 大家注意这个视频上的时间 嫌疑人取走第一批赃款的时间 是下午3点52分 而王女士打给对方钱的时间 是3点44分 这中间仅仅相隔了8分钟 这说明什么 了解了时间 我们再来注意一个细节 现在来看 从他来的方向来看 他就是走过来 现在来看 走的时候也没有交通过去 走的时候也没有 也是不行离开 也是不行离开的 走着来银行的 再加上打钱取款 仅仅8分钟 大家想 这是不是说明 他的藏身之处 距离这家银行非常近呢 是不是说明 他其实就住在附近呢 这个信息可太重要了 警方坚信 只要能够签订这么个范围 那么他们就能够 从人海当中 把这根针给捞出来 警方依据这个医学特征呢 把银行周边所有道路视频 全都找了个遍 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行进方向 更重要的是 嫌疑人走到一个居民区外头的时候 他竟然还脱掉了口罩 遗憾的是 就算拿掉了口罩 由于有帽子 还是无法看清面容 但是警方却认为 这个举动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 如果要卸掉自己的伪装 这个一般是在最放松 他感觉安全的时候 才会卸掉自己的伪装 我们一次判定 有可能他觉得安全了 没有必要再戴 再戴护照 他就把护照解掉 看来接下来就是要锁定这个居民区 开始仔细寻找了 可是一进这个居民区的警方 才发现 这嫌疑人还真的是跟一条泥丘似的 太狡猾了 因为这竟然是一个 没有任何道路摄像头的居民区 这块是个监控盲区 没有任何监控能照过这里 在这个盲区范围之内 有七八栋居民路 我们就是只能一栋楼一栋楼排查 八栋楼三十多江 听起来似乎要排查的数量并不多 可是大家想想 警方只知道嫌疑人的大致身形 其他一律不知 而且嫌疑人是网络诈骗 并不会有什么现实生活当中 明显的痕迹 所以就算是进到了房子 又怎么去确定这个嫌疑人呢 很快排查走访开始了 一户一户 警方看似随意聊聊 但是都会注意一些关键信息 包括住户是否有正当工作 正当收入 并且特为会关注这屋子里的生活气息 为什么呢 电信诈骗类犯的嫌疑人 不像一般的人 生活会有一些生活器械 会做饭啊什么的 他们的房子里一般会有电脑 手机 银行卡 还有路由器等一些电子设备 做什么工作呢 我到茶餐厅过的 在茶餐厅上吧 几电子住啊 一路下来走访了许多户 但是不得不说并没有什么收获 的确 既算是有了方向 其实大海捞针也是相当难的 更何况我们一早就说了 这是个特别狡猾的嫌疑人 他会不会已经对出都屋进行伪装呢 但是只能说天理昭昭 苍天不会饶过任何一个坏人 因为嫌疑人啊 竟然自个主动把线索送出来了 怎么回事 大家看哈 这个阳台上是不是晾了一件裤子 这件裤子警方一看完 还只有点小激动 没错 正是银行视频里拍到的 那个嫌疑人穿的裤子 还等什么呀 赶紧上吧 警方立马就来到了这户人家的这个门前 结果对方啊 居然不肯开门 再接下来啊 有一股异味从屋里传了出来 小东西的味道快点 里边有烧东西的味道 味道很大 烧纸 烧纸 一个犯的嫌疑人在里边烧东西 他能烧什么呢 这个东西他越害怕什么 他就越烧什么 对吧 说的没错 一个人越怕被警察发现什么 就越会烧什么 门外头的这个警察呢 都特别着急 好在东莞特警来得很快 五分钟之后 门被强行破开了 进去一看 有一名单身男子在屋里头 而他的这个洗手间里头 有一堆东西明显刚刚被烧毁了 你看 哦 哎呦 硬盘 手机 那些东西就烧得看不清了 这些东西全都烧了 烧成一坨了 据查 这名男子姓黄 一个人足足在此 当警方在他家翻出 视频当中相同的裤子帽子的时候 这黄王也慌了 他承认 正是他去取的那一万八千多块钱 可是接下来他说的话呀 却让人惊讶万分 这个钱我是帮了阿超领的 他用 他放了个银行卡这些 叫我帮他拿 阿超用你去取的那一万八千里了 这些他跟我玩得很熟 他叫我 有帮他拿吗 他说给 不是给十一千 当时炸派谁打的 不是阿超 不是他那边操作的吗 他那边操作了 谁跟他通了吧 就是他 你就告诉他钱 阿超去哪里了 他回去了 阿超是哪里人 阿超这边要什么 不知道 知道他花 你钱才能 外面又是 他多大 不知道 卡了 卡了 阿超拿走了 阿超拿走了 什么意思 按照黄某说的 他根本就是个马仔 骗人的 得钱的 都是阿超 他不过是帮忙取钱 阿超给他15%的费用而已 至于阿超到底是怎么骗人的 他一概不知 而阿超他已经回老家了 他也不知道阿超的真名 瞧瞧这个说法 黄某竟然推出了一个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人当主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黄某又为什么要烧硬盘和手机呢 对此黄某的是支支吾吾 怎么都不肯说清楚 刚开始是这种 我都没有听到你们说话 我们是干什么呢 啊 这么多人的照片 你在里边干什么 我跟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 你为什么要烧 那里边放什么东西 成什么东西 那你为什么要烧它 他问你 为什么要烧 有点想 想起来没有 听上去 黄某的说法似乎漏洞百出 可是咱们再细想一下 能够证明确实是黄某在网上行骗的 正是他的电脑和手机 可偏偏呢 他居然把这硬盘手机全都烧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把最关键的证据给毁了 也就是说 警方这么辛辛苦苦兜兜转转 好不容易找到了他 可是现在呢 却没有证据 能够证明这一切 都是黄某做的 要知道 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 有什么罪 只看证据 那这下可就麻烦了 如此僵局怎么破解 这黄某他真的 就是个无辜的麻烦吗 刚才我们说到警方找到了黄某 可麻烦的是 保存有重要信息的硬盘和手机呢 全都被黄某烧了 不得不再感叹一句 这黄某是真假话呀 怎么办呢 第一时间 警方封存了被烧了之后的硬盘和手机 因为现在网络诈骗 主要是通过 网上的一些文字和语音聊天的方式 来与受害人取得联系 来实施他们的诈骗 让引导受害人 一步一步落着他们的圈套 所以我们看到 他急于销毁这些手机和硬盘证据 我们认为这里边 肯定有他进行诈骗的一些痕迹 所以我们对他们及时进行了 妥善的保管和封存 对其进行了提取 没错 黄某可能以为烧了之后 就完全没用了 殊不知警方的技术 那也是相当高明的 说不定能恢复部分内容呢 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这硬盘还真就恢复出了一些数据 而这些数据再次让人震惊 因为数据表明 被同样的手法骗了的 竟然不止王女士一个人 上海的汪先生 山西的董女士都上过类似的当 并且被骗的过程 甚至金额都跟王女士几乎一样 那我跟他联系 帮忙就是买三张机票 一共是一万八千六百九十块钱 他说让我支付一万八千六百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那么多钱 我卡上去五千块钱 然后他说 那行 那你先给我打五千 然后转了五千 这下总算是证据十足了吧 可是就连警方都没想到 这黄某居然建了棺材 他都不掉泪 但是呢 证据点钱 他还是去不交代 还是不承认他实施了这个诈骗的效果 看来黄某是不可能有醒悟的那一天了 不过根据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 证据确实充分的 零口供也能定罪 当然证据确实得充分 这个是有严格要求的 必须得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很快 案件在青岛铁路运输法院开庭了 在庭上呢 黄某的律师果然抓住了黄某 没有认罪这一点进行辩护 他就是律师提出了 就是当时在抓我犯罪向人现场的时候 替徐律指引东西 是怎么弄印定 就是犯罪向人实用的作案的用的 这个是一块钱老孩 大家听了可能会有些气氛 明明都是现场搜到的 怎么还不承认呢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法律之所以公平就在于 他以证据作为唯一的定队标准 并且严谨审慎 不光不中 所以为了证明黄某的这个罪行 当时呢 现场的几位警察啊 还都成为了检方的证人 证据充分了 相信就算是黄某自个儿也无话可说 2019年9月10号 青岛铁路运输法院 依法对黄某做出了判决 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 被告人黄某在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看这儿大家肯定是松了口气 不过最后啊 还是有个疑问没解答 就是黄某是想不通的 这黄某到底怎么知道 王女士的闺蜜出国了 还知道王女士与闺蜜的感情好呢 最后警方通过梳理整个案件 发现黄某还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每次行骗之前 他竟然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观察他人的微博 从微博上知晓他人的动态 然后再用一个极其相似的名字 去骗博主的朋友 更夸张的是 有的时候他为了能够成功的伪装 他甚至还会复制他人的微博 也就是注册一个微博 然后跟博主发一模一样的内容 搞得就算是博主现实当中的好友 也真假难辨 所以最后的警方也提醒大家 网上冲浪一定要小心谨慎 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广大群众 涉及到现金转账这一块一定要胜处 接到这些需要转账这些信息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的甄别 如果发现上当受骗 第一时间保留好相关的证据 观众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